我們在學習有了去IdleLine的工作班 他是有兩個兜兜創作家手創立的 我們在短時間那天可以做彈這個鴨子 還有再製作兵器 這要壓下去 捧在手上 捧著 他要拿一個給媽媽 比弟可以去玩 給媽媽 哇 會 來給媽媽給老師快點 紅個 好玩耶 覺得那邊很好玩 也希望大家到那邊玩公子創作 順便幫劉老師宣傳 三次從這邊 那邊走過去好像不知道自己 只要過來 為什麼一般是你在學生的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我不是專業的要讓很多人開放 給很多人來 我們只是為了要讓老師帶小朋友來這邊動動動動動動行 所以不用路標 因為路標是要給個軟車盤 因為招牌 就是在一個創作空間上的一個表現 就在這個位置 那路標是要拿出去外面吧 路標在外面 招牌在工作室啊 對外面 也就是要拿去 在这里放几张船单 我们天天的动物 上面其实会很容易 可以啊 所以我们相信台积的 和力量是五线大的 可以改变整个四个店 谢谢老师 可以 我相信我们小小的力量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话 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可以 欢迎你们放着 这里有一些线船单 哇 怎么那么漂亮啊 我们是有两个建筑的组织 一属家 所成的第一个台湾 这些东西 小燕子都是我们的 组织 组织 所以我们的洗照 有很多想法 觉得你们很 熱情 然后对我们的 这个地方 的 种子的 创作 就 应该是很喜欢 所以你們怎麼會想到我們 要讓做招牌給我們 我就覺得你們真的很棒 今天我很開心的再次見到劉老師 也完成了今天的任務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送老師招牌 而且還有訪問一些問題 一天的任務就滿成功 謝謝大家